中共官方7月29日宣布对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立案审查 但在前一天官方称新疆刹车县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外媒表示有21到24名维族人被打死 13名汉人死亡 其中都是公安和政府官员 另外还有67名维族人被捕 新疆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江派人马周永康的地盘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亚也发表声明 敦促中共当局保持克制 立刻停止系统性的镇压政策